酷派酷26和坚果Pro对比评测 酷派酷26主打的是游戏性能的手机 搭载骁龙653加6J运存 加周日4JB全土空间的技能组合 而售价仅为1499 那么酷派酷26和坚果科哪个好呢 酷派酷26和坚果Pro的配置参数有什么不同呢 酷派酷26和坚果Pro哪个值得买呢 下面就带了坚果Pro手机和酷派酷26的详细区别对比同色 预测了好一段时间 酷派终于在今天早上发布了其他的重磅心机 酷派酷26 此次酷派以线上发布会的形式带了酷26 这款主打游戏性能的手机 在硬件配置上十分强悍 搭载骁龙653加6JB运存 加周日4JB全土空间的性能组合 而售价仅为1499 可以说是目前最超值的6JB运存手机之一 而昨日坚果Pro在外观工艺 性能拍照等几方面带了巨大的提升 售价1499元起 依旧是一款高性价比的中短手机 那么酷派酷26和建国Pro哪个好呢 酷派酷26和建国Pro哪个性价比高呢 酷派酷26和建国Pro哪个更值得买呢 下面小编就带来了建国Pro与酷派酷26的详� 推出对比评测 酷派酷26搭载了高通8核处理器 64位的骁龙653处理器 满足用户游戏吸收的同时 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手机续航时间 6JB运存内存 让用户在运行大前期时 可以获得更快的加载速度 同时64JB的超大内存 也可以满足用户安装更多的游戏大作 外观上 酷派酷26手机采用了金属机身设计 有耀洞黑 有光机 两色特选 在复兴机身内 酷派为其内置了一位 4060毫安时大电池 续航表现刚刚的 开照上 该机支持1300万像素黑白加彩色 双相同组合 前置相同位8万像素 支持5G美颜 酷26支持 全网通 406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 让玩家战斗过瘾 酷26的拍照实力也同样不足 无论是索尼 MX 258 摄像头 双13万像素 还是4在5G美颜效果的前置半万像素摄像头 都能够保障记录用户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作为一款游戏手机 酷派与腾讯手游社区达成合作 还为用户打造了新选的游戏平台 支持电竞直播 游戏直播等各种功能 酷派官方 还与多款游戏官方达成合作 限量资料送游戏领包 酷派库26已经开放了京东平台预约 将于16日10点正式发售 建国Pro近位于中端 是首款配备车上头的整个手机 事不宜时 以下是建国Pro的详细参数 外观方面 建国Pro搭载了高区面玻璃加金属边框设计 又有太黑色 朽红色 西红线 特别版 三种配色特别 机身边角十分圆容 老罗细称是圆滑当道的时代锐绿的异类 机身辨识度很高 建国Pro正面裁备2.5G自行玻璃 屏幕下方 尾关中间 由于美 角形指纹凤件设计 机身背面 屏为平滑的玻璃面板 配备厚实双摄像头 颜值特别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 建国Pro也挺随考虑 取消了热物方面的机口 机身底部配备了USB卡V机口 所有两色则是 最称适的扬声器 细节方面 两个位 最后说一下 建国Pro的看黑色 九红色 细红线特别版 三种版本 背部logo有所不同 其中 九红色的建国Pro的logo 是映上去的 而叹黑色 细红线特别版的 推子logo 可变成了胡雕设计 建国Pro分为三个版本 其中 仅建国Pro32GD标准版 搭载高通效用6254里系 而624GD和18GD 可搭载了高通效用6264里系 此外建国Pro32GD标准版 12990 3296 3299 3296 3296 3296 3297 4297 4297 4297 3298 6298 6297 3298 329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